本欄目由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慎片赞助播出 六百年前补肺汤补肺益气止咳平喘治疗喘咳气短干咳痰黏黏黏你需要注意补肺中药补肺完专制咳谈喘 想与十万单身会员在线互动吗 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就能免费注册体验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VIP会员 所有会员实名认证会员资料百分百真实可靠 五重会员服务保障全程为爱护航 十万本地优质单身会员高达80%的匹配度总有一个适合你 想相亲想脱单就来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专业婚恋平台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注册体验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拨打8805 8805还可获专业红娘的一对一相亲服务 想脱单就立即扫码加入我们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凡人有喜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六每晚八点 真诚相亲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情电话8805 8805 凡人有喜我们等你 汤是年轻有为的房产销售 当遇到青春靓丽的她 两人互相新生好感 各位和下一秒 女嘉宾却一直拒绝男嘉宾的邀请 她又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 又是什么让男嘉宾倍感压力 男嘉宾究竟做了什么 让她如此评价 这是因为上节目为了免质 亲友团的组合 又能否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 成功牵手呢 首先注意细节 包括你的言语 都说一言一字 都说对来一块 特别的重视 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爱情高中许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 我是乡亲特派演员林欢 那首先呢 我们要感谢上耀集团 好护士牌强声片 对于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生 陆荣等道地药材 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声片 同时呢 还要感谢凡人有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 这位男嘉宾 26岁 从事着房产销售 那目前呢 已经是有车有房了 可以说 女孩子想要的一些 物质方面的安全感呢 她是能够完全满足的 那么她还有着 怎样的择偶要求 那这个时间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叫郭杰儿 来自重庆与北 现在从事房地产销售 今年27岁 月收入的话 在6000以上 想看那个嘛 销售情况嘛 有时候想 一个月有一万 一万五以上嘛 有时候 看销售业绩 现在目前 名下有套房子 现在目前没得贷款 名下有一个车 本期之后男嘉宾 郭健 27岁 身高1米68 职业房地产销售 月收入6000以上 婚姻状况 未婚 年轻有为的她 又会有着怎样的感情经历呢 我曾经两次感情经历嘛 第一端是因为消费关联不一样嘛 因为买东西啊 有点大手大脚嘛 工资一个也基本还不够用嘛 还要刷信用卡嘛 第二端的话就是 因为性格太内向嘛 还有就是 文艺之大脚嘛 不是很爱的人那种嘛 让聊不到一块嘛那种嘛 这个要求都是 想找一个勤俭持家 街友孝顺 提醒不要太胖 外形乖的那种嘛 男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勤俭持家 二孝顺 三不要太胖 外形靓丽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游戏 我是青岸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 对于另一半的要求 就是不要太胖 形象好一点 简单来说就是 我想找个美女 男嘉宾目前的经济状况 还不错 有房有车 但是没有任何的贷款压力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外形呢 小伙子的五官啊 形象什么的还是不错 就是身高矮了那么一点点 只有一米六八 属于我们重庆男人的平均身高 那么今天的 相亲的女嘉宾 如果符合她的要求的话 那一定是一个美女 美女是否会对她的身高有意见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 欢迎男嘉宾 欢迎你 以及你的亲友团来到我身边 欢迎二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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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紧张 不紧张 对 我们面对镜头啊 我们把话筒拿起来说话 对 对 对 现在是很紧张吗 有点 有一点啊 我还好 你还好 我就是感觉亲友团是相对要健谈一些的 要不然你先来说一说好不好 让她先调整她这个状态 评价一下你朋友 你好 这是我的朋友叫郭建 我是她的亲友团 今天我主要是来帮我朋友把她推荐出去 她这个人呢就是比较耿直 也比较踏实 就是比较正直嘛 就是也要善于帮助其他人 是个热心肠的人啊 他有什么优点呢 优点目前我只能说这几个 但是后面的话 还是要她自己一个行动方面的 这个一个优势 她自己的一个优势方面嘛 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她的缺点就是不善言词 不善言谈是吧 我就感觉了一向来特别紧张 来自己说 刚才朋友评价的准确吗 准确 还是准确啊 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就是 如果说你讲重庆话 你要觉得适应一些 你就跟我讲重庆话好不好 总之你去用你最熟悉的语言 来跟我沟通就可以了 好吗 好的 我看到你的个人情况啊 应该说还算是年轻有为了 目前车子房子都已经解决了 对吧 毕竟她26岁嘛 然后经济收入呢 也是在6000以上 根据业绩而定啊 为什么至今单身呢 没遇到或是吗 还有一个性格不合吗一些 性格不合 就过去的情感经历是不是 对啊 那你现在如果再一次寻找感情啊 你最看重什么东西 呃 性格嘛 还有一个 哈哈哈哈 孝顺啊 那块嘛 孝顺 性格 性格 你是想要找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女生 不要太内向很那种 嗯 不要太内向 为什么 那种沟通内向 我们都有 那个沟通内向都有长来嘛是吗 但是你本身你给我的感觉 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 我不知道是因为今天第一次见面 你紧张还是什么 我就感觉啊 就是一直是主要我在说 可能我希望你要多说一些 包括一会跟女嘉宾见面之后 因为你只有多表达多说 你才能够让另外一个人去了解你 知道吧 然后呢 包括你想了解什么 你也可以多问一些 好不好 好的 你一定不能说只是 就一直回答我 嗯 好的 就是这样 要大胆一点 对 如果你这样的沟通方式 就女生可能会觉得 这个男生吧 就是 不够大气 比较勉强嘛 对 男嘉宾在一开场就表现得极度紧张 为了让他以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女嘉宾面前 栏目组决定 带着男嘉宾去到凡人游戏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希望情感老师能够帮帮他 好 男嘉宾你好 我是咱们这边凡人游戏比较自身的一个情感老师 我姓龚 这边反方问一下您贵姓呢 名贵姓郭 姓郭 姓郭是吧 郭先生你好 因为今天的话您是过来第一次相亲对吧 可以看得出来你还是稍微有点紧张 一直在这边走来走去的 困紧张的话 约了些困少点嘛 可能会少点 这个没有关系 只要你能够把你自己心里的一个真实想法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那其实之前的话 我有跟咱们的编导老师了解过 您的一个基本情况还是比较优秀的 您目前的话是有车有房 也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什么负担的 对不对吗 想不想没的吧 那就对了 您这个的话是使你自己的一个优点 您可以去表现您这个优点 咱们把缺点的话 如果说有缺点咱们就好好改正 没有缺点的话 咱们就把自己的优点尽量的展露出来 让女嘉宾能够注意到你这些优点 然后让她对你好感的话也会更多更多的增加了 还有个都是跟女嘉宾呢 小岛是让她标待一下一个 尽量的地方吧 首先咱们就是说身上的一个衣服啊 各方面以及一个形象方面 肯定要是注重一点的 因为毕竟咱们这个是相亲对吧 对 那如果说就是说除了置身 您都准备妥当了的话 还就是能够准备一杯奶茶 或者说给她带个小礼品这种的 能够让她觉得 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还是怎么样 你在她心里都是可以引起一个重视 在你心里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的 好那这边我给您提到这些建议的话 也是希望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帮助到你 同时今天的话也要预祝你能够相亲成功 牵手成功好吧 好 关系 你好 你好 你这个华阳 这个是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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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预认吗 嗯 没有吗 趁着鲜花还在包装男嘉宾的金友团 将男嘉宾拉到一旁 赶紧叮嘱了起来 现在这个华海在这个包装的时候 都会顶一下你在见面的过程中 首先注意细节 包括你的言语 都会一言意思 都会对那块特别你重视 这话的事要说你哪只中意还要是 鲜花的意思就是第一次见面 鲜花就是一个小小的心意 就是 心意就是 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尊重 好嘞 在金友团苦口婆心的叮嘱之下 鲜花已经是准备好了 不知道男嘉宾即将见到的这位女生究竟是谁呢 大家好 我叫郭思怡 今年25岁 身高一米六二 然后之前在人类资源上班 现在在换工作 准备培训到 去高铁上面上班 然后目前是没收入 本期有女嘉宾 郭思怡 25岁 身高一米六二 职业 待业 婚姻状况 未婚 我平时的兴趣爱好 就是唱歌 看书 还有给朋友出去逛会儿盖 然后平时喜欢出去买点化妆品 衣服服服品之类的 外形亮丽 身材娇好的她 也曾有过一段失败的恋爱经历 我之前刷了个男朋友 刷了一两年了 然后也打算结婚了 但是她是个外地人 我还是希望能在重庆那边 然后以后在重庆那边生活嘛 但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允许 然后都经常为这种事情吵架 然后就分开了 来到凡人游喜 她想找一个怎样的另一半呢 这有要求 想找一个重庆本地的 有车有房的 脾气文厚一点 然后对我好一些的 其实我对外星要求 那些都不是很高 最要是想找一个稳定点 然后压力没得能够打点 各位观众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女嘉宾真的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女生来上节目 都会拿出美过严的照片 天下真的是苦美严久矣 我们这个节目就更是失愧上当 不知道多少回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女嘉宾拿的照片特别实在 比她本人还要丑一些 结果我们见到真人之后 哇大家都惊呆了 又很漂亮 气质又很好 身材也很棒 那么完全符合我们男嘉宾的要求了 可是这么漂亮的女孩 能看上我们男嘉宾吗 其实也还好 因为女嘉宾目前呢 她是处于一个待业的状态 对另一半的要求呢 就希望是有房有车没有负担 那么男嘉宾在这些条件上来说 是符合女嘉宾的要求的 见面之后 男嘉宾 努把力 看你能不能追到我们的美女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正前方正的一位姑娘 看到了吗 蓝色的那个吊带 黑色短裤啊 先评价一下 从背影看去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身材比较好 身材比较好 还有呢 细致也比较好 细致也比较好 就是人家今天的穿着打扮 你喜欢吗 这样的风格 因为比较青春靓丽 比较喜欢 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一些 你看花也准备好了 要不然你就自己走上去 拍拍她 跟她打个招呼 好不好 女嘉宾跟你是一个姓 也姓郭 特别巧 男朋友 好不好 行 那就去吧 主动一些 帮你雷线 第一印象都是感觉 身高不是很满意 但是她还是耸了一束花 感觉她多有诚意 可以接触一下 有点心意嘛 第一次见面你嘛 你这个太紧张了 你是做销售的 平时跟客户打架到也这样 应该不是吧 就是见到女嘉宾 太漂亮了 所以紧张了吗 对 好好好 这样我觉得呢 现在这个时候 不宜你们两个 就这么站着太长时间 我们先来说说 下一步要干嘛 好不好 因为可能两个人互动起来呢 也许这样紧张的状态 会好很多 是吧 下一步打算干嘛呢 现在已经中午了嘛 我们去哪个地方吃个饭嘛 你加冰的鸡 可以可以 你比较喜欢吃什么 火锅了或者什么 清淡的或者这类的 都可以 都可以 那这样吧 我们就边走边看好不好 好的 嗯行 你想吃啥子啊 因为我在里面不是不熟悉 我里面不是很熟悉嘛 会看看哪个记录啊那些 吃饭的时候一直都在问我 口味吃得如何呀 然后想吃啥子 感觉还是很实行的 男嘉宾的信心被女嘉宾看在眼里 看来是个不错的开始 不知道接下来的深入了解 能否让两人之间的关系 更进一步呢 谢谢 你屋是跟你一个人吗 都存在的嘛 都是一个人 那你现在是跟当你屋头的一起住吗 基本上的话是一个人住 因为像老家也有房子是吧 像他们要不是过来住的是吧 哦 意思是你父母在老家 你个人在存钱里边 我们都是存钱 只能说啊 隔队也不是要不要开车的话 十几分钟吧 那也还是挺近 嗯 就是你屋头父母性格怎么样啊 性格比较好嘛 都是温和那种嘛 都说你对那块儿 家庭那方面有哪方面的一个注重啊 都说家庭都是和父母居住啊 都说愿不愿意 都说共同在一起居住嘛 我不是很愿意跟婆婆住到一起那种 哦 都是那方面的还是有点接近 你觉得是跟妈那儿住到一起还是 其实住得近啊 都可以所有人照顾嘛 其实看那个嘛 自己那个嘛 你如果想住到一起啊 其实你可以 反正有利的比较近嘛 到时候照顾啊 也方便其实 我不是很愿意 就是可以经常过去看他们 但是住到一起 我觉得还不方便的一些 因为有时候我个人都不是很愿意 跟我妈那儿天天天天都在一起那种 其实住得对啊 能说啊 一个老的小孩有一个呀 我们可以一起帮助嘛 反正 但是但是我不是很那个想法 因为太多那种婆婆对媳妇那种 因为毕竟都不是过亲生的 就是再喜欢 然后再好 始终我都觉得好 比如说在一起了个后 然后你妈那儿跟你住到一起 然后我在一起我都感觉 就是我是个外人 然后你们三个才是一起的那种 然后可能有时候 我受到点傻子气 我都觉得很过来很委屈那种 对于父母同居的问题 我感觉他是 很想跟他妈那儿住到一起的 但是我不是还能接受 都是跟妈那儿住到一起的那种 女嘉宾也说的 她们园子和父母住在一起 但是以后这个同居在一起了 你觉得你心里面就没样的嘛 一边是女嘉宾坚决不接受 婚后和对方父母同住 另一边是亲友团队 男嘉宾的劝谨 面对这个问题 男嘉宾又将如何应对呢 反正有个人接 反正老家也接你房子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接下来两人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 你咋子兴趣还好些 我平时好 我还挺喜欢出去刷的 你都喜欢出去刷 还有没有其他一些还好些 还挺喜欢买东西化妆之类的 你还一波打开花费好多耶 我每个月都没那么算过 因为对于钱和不是 很累啊 都是有时候觉得太喜欢了 然后我都会买 我妈经常说我对街友 没了个啥子概念的 不太管得住自己的那种 你对于比如说买东西那种 是选择都是买便宜一点 还是要好一点然后那种 我的想法就是能说一般嘛 那种嘛 改买的都买嘛 改借用啊都借用那种嘛 你觉得哪种是该借用 你觉得哪种是该借用 像一会那些啊一个月买个 或者买两会啊可以那种嘛 可以借用 还有一个像化妆品啊 只要不是浪质很高那种 一般那种还是可以那种嘛 你觉得一般的化妆品 是价位是哪种的 这个我们是了解过 可能一千多那种嘛 很多 是一个比如说一支 一支口红还是说整整个 整个消费的话 可能两三千万那种嘛 可以 他说他能在化妆品上能接受 用到一个月一到两千 我感觉他是面对镜头才能够说的 感觉他还是看起来有点口的样子 我觉得衣服哈就是绿色嘛 然后换的比较那个 换的比较轻的 每一天都是一个月一支是肯定的 一支一两支是肯定不得行的那种 一个月 以后的话一个月两支 其实都差不多嘛 反正该结有的话 还是结有点麻烦的 像你现在小 我是长了那个呀 我现在好 反正一个月之前发的工资 一个月是什么样子 就是差不多都是用完了 听到他这个消费的话 还是有点压力嘛 毕竟我欠不欠的话都是 还有点 一个月有两千多里一个车的嘛 到时 一个月收入到什么 只有找父母这个 那 生活非得18分 到时找父母的话 这种也不好 刚吃完饭之后呢 就是通过你的采访哈 你也提到了 你现在可能内心有一个顾虑是吧 担心女嘉宾的消费观 你怕是承受不了是吗 对啊 你主要担心的是怎样的呢 具体说一下 看小两块嘛 每个月支出一种嘛 嗯 你觉得你能够承受的支出范围是多少 每个月嘛 每个月 三千左右吧 一个月 三千左右 然后这个三千块钱是纯粹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含不含什么生活费之类的 包含这里 包含这里嘛 就你的意思就是你觉得每个月花三千块钱你是能够接受的 对不对 但如果说超出了三千 可能你就觉得多了 嗯 压力比较大嘛 因为能算 嗯 还有到时候 因为现在目前还拆了一个月两千多块钱嘛 嗯 到时候还有关生活费啊 好来面带自己能力承受范围之类嘛 嗯 但如果按你这样说的话 那你每个月其实剩不了多少钱呢 因为你现在的工资是在六千加对不对 这个收入不顾的嘛 有十万多啊 有十二两三万两 这个月点 平均多少 平均啊 像去年平均的话一个月一万二三一万十五左右嘛 哦 还是有一万多是吧 哦 那如果说除去你嘉宾的三千块钱 你的车费两千块钱对不对 那就还余有可能八千到一万左右 是吗 因为它是那个的话 六千多的话基本上是 底薪 像那个底薪那种嘛 它是哪种 哦 好好明白了 嗯 首先呢我觉得啊 就是关于消费这个东西啊 肯定是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来决定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肯定也是不倡导浪费的 对吧 我觉得消费呢肯呢肯定是我们是倡导理性消费 觉得买有必要的东西对不对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经济实力允许 你疼女朋友 你愿意多给她花一些钱 这个就是个人行为了是吧 好那我大概也明白你的意思了 那这样我一会呢先去问一下女嘉宾好不好 看看究竟她的消费官或者说她到底要花多少钱 在这个上面行吗 好的 男嘉宾对女嘉宾总体印象很是不错 可唯独在女嘉宾的消费官上有些顾虑 那么女嘉宾对此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欢迎迎喜我们等你 感谢上耀集团好护士牌强身片 对于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参路容等到底要才精致而成好护士牌强身片 是这样子的啊 刚刚呢我也去跟男嘉宾了解了一下他的 在消费上面的一些想法 他可能会对你有一些些顾虑 因为他听到你说每周可能都会去有消费和购物 他就担心你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浪费的人 然后他会有压力觉得 会不会未来负担不起你的消费 我觉得你每个星期上班以后 你出去买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啊 然后那如果不去买的话 就是不是对自己太抠了呀 就是自己喜欢的都不能给自己买嘛 就这种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每周购买这些东西的开销 大概有多少呢 有时候一件衣服或者是看上一个包包 可能就会贵一点 然后有时候我可能就买一点小东西喜欢的就便宜一点 从女嘉宾的表达中我们可以听出 对于购物的态度是属于理智消费的 就在栏目组为这个问题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接下来令我们没想到的是 女嘉宾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她的担忧 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还是有这么多人的 然后她就只点了几个菜 然后大家也不是吃得很那个 你说刚刚吃饭的时候是不是 你是注意到你觉得她的菜点的比较少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人还是挺多的吧 我觉得她可能还是有点可恶吧 而且吃饭的时候然后感觉她不适合煮一些那些 就是他们那边感觉到只有一盘别的菜 然后一直一盘别的菜配到饭吃 她也没有照顾到其他人的感受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男嘉宾可能会认为这些菜够吃了 因为男嘉宾他之前也说过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节约的人 不浪费的人 对所以是不是就觉得合适就好 我觉得这不叫浪费啊 然后我们这么多人 然后相亲又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就为了找自己的另一半嘛 这种时候我觉得就正能体现出自己的消费观啊 还有三观的这种为人处事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就应该稍微看起来体面一点吧 在相亲这么重要的场合下 然后都不够体面的话 就这么节约的话 那以后跟我在一起了的话 会不会更加 就对我抠啊或者是哪种 所以你现在内心呢有一个顾虑 你担心男嘉宾是抠门的人是吗 对 男嘉宾在饭桌上的表现 让女嘉宾担心她会不会是一个抠门的人 而接下来她也打算给男嘉宾设置一个考验 来检验检验 我想考验一下男嘉宾 是不是真的是抠还是节约 你想怎么考验她呢 就去逛街啦 就我不会真的买 但是我会考验一下她这样 你只要想看看你们两个的消费观 能不能够合到一起是不是 是的 行 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矛盾 男嘉宾很在意女嘉宾的这个消费观 比如说每周都要买新衣服啊 一个月要花几千块钱啊 男嘉宾就觉得啊 这个消费是不是跟我的前任一样 大手大脚的啊 我不太喜欢 其实女嘉宾对男嘉宾也是有想法的 她就觉得这个男嘉宾呢 也不是很体贴 也不是很周到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点的菜有很少 而且在吃饭的时候呢 男嘉宾的一些细节也处理得很不好 可能她没有注意这个细节 但是女嘉宾看在眼里 就觉得这个人不周到 加上这个消费观的冲突 我觉得今天这个相亲啊 还真的是进入到一个比较难的阶段 能不能成功呢 接着往下看 现在吃了饭也没有什么事 我们就去逛会儿街吧 我们回去长尔国 或者带小山吧 外面感觉会下雨了 可以在室内刷一下 可以去逛会儿街 要的 这个电话上想去刷会儿不吗 我平时不让个刷这个 还是去逛街嘛 要的 看你们一天逛逛街的话 一般人逛了好久啊 可以逛一下不 看你们一般走哪些商圈那些 嗯 重庆的商圈都会去逛吧 嗯 然后都换圈去逛那种 嗯 那边走 嗯 刚才上班吧 那边可以看这个 这个奶茶点 玩奶茶吧 喝奶茶吗 你想喝吗 我不是很喜欢喝奶茶 嗯 我们刚刚走到一街 他又提出喝奶茶 嗯 我在想 他是不是 怕灌溉花钱那种 哈哈哈哈哈哈 平时喜欢杂志 风格或者颜色的块儿呢 好看的 我觉得都能接受 喝一下 第一时间有点 我问的 我喜欢泰国传的 品词 好嘞 听什么好看的 好看的 还是挺青春的那种 对 这个怎么买的呀 衣服的一块 怎么会比较 没什么都比较 可以实际看是吗 你可以介绍点 青春型的吗 嗯 可以实际看吗 嗯 广街 看出女嘉宾的话 比较喜欢广街啊 或者平时也比较喜欢 网购那块儿 还有消费应该比较 一块消费比较大嘛 一块 你觉得那一套怎么样 可能稍微成熟的呢 我去搞会儿哪一套嘛 还是挺漂亮的 有鞋子 跟刚才是两种风格是吧 嗯 今天自己穿的那一套呢 是年轻时尚靓丽 这一套呢 一下就感觉那种 OL风 特别lady哈 风格就不太一样嘛 我就还觉得挺喜欢的 这 你觉得怎么样 嗯 挺不晓得的 有鞋子 跟之前风格不一样嘛 嗯 高尔鞋子一吗 嗯 现在还是很高的 鞋子的话是699 衣服的是439 我也觉得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 嗯 其实都会尝试哈 一起风格呀 刚刚我换的衣服出来过后 嗯 我觉得好看 然后哪个男人也说好看 但是他并没有主动欺负钱的意思 接男嘉宾并没有去付钱的意思 女嘉宾便准备去换回自己的衣服 而另一边 趁女嘉宾换衣服之时 男嘉宾和金友团也找到了特派员 说出了他们的想法 你两个人 你几乎还没缺证 你几乎 你几乎 你几乎人高 要问就是 我们和女嘉宾是否 要买的金友团 我确实要买 嗯 可能第一次见面的话 几百块的东西 可以哪个嘛 几百块的之类嘛 几百块的那种啊 可以接受嘛 一个礼物啊 一个礼品啊 五百之类嘛 五百之类 那你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刚才那一套衣服 相价就有一千了 所以说 如果说是 今天这套衣服一千块钱 你可能就觉得 不会买 是不是 觉得价格过高了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是吗 是 男嘉宾明确表示 不会为女嘉宾买单 那么这是否会影响到 女嘉宾对于男嘉宾的判断呢 两人的相亲 还能顺利进行吗 你觉得那套刚刚是怎么样吗 那套 我觉得还可以 你是 那套卖一部啊 现在 可以 我觉得挺好看 你平时广告的话 看到 看到的话 就是买买还是 还是有余的 那个 我喜欢的话 我就会买 嗯 像你一般 在消费一锅 打开消费的好多 那个 消费官的话的话 嗯 也有少也有多的吧 就没有固定的那种 你是工资 之外还是找父母要吗 还是那个 有时候我父母会补贴我一些 因为我们家也就只有我 只有我一个嘛 嗯 然后我自己的工资以外 我父母有时候 也会给我一些钱 我想你们 父母也搬一锅 给另外一锅 钱给你好多 这个不一定的 有时候 我也找他们要的这种 就他们有时候自己会给我 问我钱够不够 然后就给我钱 哪里父母对你的食品 多好嘞 可以找哪个吗 是 借账吗 借账吗 什么 借账 借账 要借账吗 看一个了 这两个都买吗 还是 一套卖是哪个 一套 买人是确定要买吗 这一套 梨胶冯一套 确定他看过那个嘛 那你觉得是没有问题吗 卖到总之 这一套大概一千块钱 一千多 就是能够接受吗 嗯 我的消费官发生它是 在几百块之内 但是因人而言 像那些 反正父母或者一些朋友 可以适当提拔 心目中的一个价位 欢迎迎订阅 我们等你 感谢上耀集团好护士排 强声片对于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生路容等 到底要才精致而成 好护士排强声片 好的 我觉得这个时间 女嘉宾还是要把真相 跟男嘉宾说一下好不好 刚才是个什么情况 刚刚其实也只是一个考验 然后我并没有想买 那个衣服的意思 就是看你 平时对女朋友 大波大方这个样子 男嘉宾呢 就是听完之后呢 你会介意刚才女嘉宾 给你出这个考验吗 不介意 不介意 说实话哟 不介意 反正男嘉宾都有一个那个嘛 到时关心啊 到时考虑一个 他关不关心啊 到时过分的一个嘛 到时想一个消费啊 到时确实太可可那种的话 也不那个啥 也不好嘛 就是其实男嘉宾给我的感觉吧 还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 就是也是有一说一 就只要是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的事情 女朋友要喜欢 我是可以给他去购买的 对吧 但是如果说我确实超出我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那你也会直接跟另外一半商量着来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东西 那刚才那个衣服 你是真的会打算给他买吗 如果他要要的话 其实还是挺大方的一个人 是吧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而且是我们很多男嘉宾其实做不到的 因为可能更多人会考虑到 今天第一次见面 就要去花一千多块钱 算说怎么说呢 这个也是跟个人的经济能力有关吧 一千块钱他说多不多 但他说少也不少 是不是 行 那应该说是考验过关了 原本我们以为男嘉宾最终顺利地通过了女嘉宾的考验 可没想到女嘉宾却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告诉了我们她的真实想法 刚刚说起浮潜的时候 我感觉看她的表情并不是很想起浮潜 只是因为上节目为了免责 这一边女嘉宾对男嘉宾的表现仍有些顾虑重重 另一边心友团也再次提醒起男嘉宾来 首先你要考虑清楚 先不前就是一个女生的一个消费 消费官对她形成那种现状 所以说现在你首先应该考虑清楚 是否能接受 包括未来的一个消费官 毕竟也是长期以往的那种基金那种感情 在先不前你必须考虑清楚 消费官就真的没有接受 都是有意思的 面对心友团的再三提醒 男嘉宾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为了检验我们男嘉宾到底是抠门还是检约 女嘉宾是提出了考验 我要去逛街 男嘉宾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提出另外的想法 要不然我们去喝奶茶吧 我们去玩电玩吧 反正就是觉得你去逛街这个想法 我不是很想跟从 那么男嘉宾就会觉得 如果一起去逛街 男生不买单的话 岂不是很尴尬吗 所以我们看到了 女嘉宾在试衣服的时候 男嘉宾的种种反应 到最后 我可以这样讲 我看过那么多期节目 男嘉宾陪女嘉宾逛街 他真心买单和不想买单 还是有差别的 男嘉宾应该是在镜头面前 觉得有点放不下面子 就去反复问女嘉宾 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衣服 我要不要给你买 其实不会的 首先女嘉宾这是一个考验 其次我们的节目当中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编导一定会去阻止 就是在最后临门一脚 要买单的时候 编导一定会阻止的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 消费类的节目 相亲只是为了多一些环节 增加他的趣味性 以及了解对方的一些 消费观而已 那么从这个逛街 购物的环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男嘉宾跟女嘉宾的 消费观点是有差异的 那么亲友团呢 是在极力的暗示明示 你们俩可能不合适 但是男嘉宾 因为出于对女嘉宾的喜欢 他还是在极力的挣扎 极力的表现 想拉拢两个人之间 这个消费观念的差异 那么男嘉宾的努力 能否成功呢 刚才两个人呢 是进行了一个考验 就是关于逛街的一个考验 应该说在逛街结束之后呢 对于这个考验 大家心里边也有了各自的一个答案 对不对 那我相信呢 可能通过今天大半天的相处呢 也对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 然后刚刚女嘉宾说口渴了 男嘉宾也很贴心啊 特意去跑去买了矿泉水 是吗 对 你们先跟女嘉宾喝上一瓶 对对对 先先先润润喉 给你来一会儿吃 谢谢 好 因为马上呢 就要到我们做出最后选择的时间了 那我想知道 那个在选择之前 二位嘉宾还没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话 你嘉宾还有吗 没有了 男嘉宾你呢 还有话要表达出来吗 有 有 那行 这样二位嘉宾先面对面的站着好不好 半天一结束嘛 我觉得那是挺漂亮嘛 身材比较好嘛 是我喜欢的内心嘛 希望给我一次机会 那刚才男嘉宾呢 是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 肯定呢 男嘉宾这边应该就会选择亲手成功是吗 对 那所以说更多的决定权 是在我们女嘉宾的手上的 那我要问一下女嘉宾 此时此刻你还需要时间来考虑吗 不需要 好的 那也就是你有答案了是吧 好 那一会儿呢 我数三声 三声之后 请女嘉宾给出我们一个选择 男嘉宾呢 就请你把你的手伸出来 如果女嘉宾愿意给男嘉宾一次 深入了解的机会 选择牵手成功 就请你把手搭着她的手上 如果女嘉宾觉得今天确实烧欠演员 或者说缘分未到 选择牵手失败 转身离开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吗 好的 欢迎游戏 我们等你 好 今天的节目今天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今天的男女嘉宾的表现 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叫做跳着脚生活 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观点说 我们要垫着脚去生活 意思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我们更努力 我们可以垫着脚去构到 我们理想中的生活状态 但是跳着脚生活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觉得男嘉宾今天的表现呢 就让我想到了这句话 他跟女嘉宾之间的这个消费观点 其实真的是一个鸿沟 需要你跳来跳去的 但是我们知道生活 需要你脚踏实地 你偶尔垫垫脚可以 但一直跳着脚 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我们知道 世界上有三种东西 是无法隐藏的 爱情 喷嚏和贫穷 甚至我们节约的消费观 也是无法隐藏的 当然男嘉宾并不是穷 而是他的观点 跟女嘉宾是不一样的 即使他在镜头面前表现完美 努力地去迎合女嘉宾 但是两个人 如果真的牵手成功 在生活当中的话 这种观点最终还是会被拆穿 而且也会产生一些矛盾 所以我觉得男嘉宾呢 没有关系 我们下一次来相亲的时候 就找一个跟自己消费观 更接近的女生 你的成功率会更高 那么我觉得男嘉宾 可以更加地脚踏实地 而不是像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表现一样 跳着脚去购一个 不那么适合你的女嘉宾 那如果说您对本期的男女嘉宾感兴趣 是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的 电话是8805 8805 那节目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来感谢一下 上耀集团好护士牌强声片 对于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生路人等到底要才 矜持而成好护士牌强声片 那同时呢还要感谢凡人有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好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她是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豪爽姑娘 直映店是两个 然后现在加盟店的话是八个 什么原因让她如此动容 好像我手机没老去走 过来 好不及上面呢 好去 面对地狱的阻碍 他们又是否会选择妥协 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要买 要买什么城市 说实话咱们没想过 但是我以后是必须要的 相同境遇的两人 又能否惺惺相惜 告别过去 跟过去说一次再见吧 希望能够在重庆稳定下来 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最终她的浪漫表白 又能否打动她 华人有喜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